这个活动是110抽保底必出一个奇愿宝石 一个宝石能够换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忍者 110抽就等于是328元直购 充328元能够获得55万的铜币 在抽奖的过程中还能获得一些材料 注意这里是直购 不是充金币也不能充点券 就代表着你不能续月卡也不能获得金币 我抽了三轮每一轮都是一百零几抽才获得这个奇愿宝石 非常接近保底的110抽 如果你想换阿飞碎片的话这里就有点恶心了 阿飞只能用奇愿碎片来换一片一片的换 而他这个奇愿碎片只能通过奇愿宝石来兑换 所以如果你没有获得奇愿宝石 你连一片阿飞都换不了 而换阿飞的价格我帮大家计算一下 一个奇愿宝石能换598个碎片 598除以36的当价就等于16.61111 就是一个328能够换16.6片 如果你充了一个648也就能获得33片阿飞 需要注意在活动结束后 你积累的幸运值用来抽卡的奇愿币 还有奇愿碎片奇愿宝石的一个数量 他都会保留到下一次活动里面 只是他的商店可能会换一些忍者 而且购买次数也会重置 加上这个活动每次都会送一发免费的当抽 所以理论上只要这个活动在防场109次 我们就能够白嫖一个忍者了 你们觉得三家鱼这波是在第几层啊 这个活动是直购不能获得金币 对于需要金币的玩家来说 还是以前的金币奇愿屋 充值金币送那个积分来换忍者更加划算 而如果只是想获得忍者 他需要为忍者充的钱就少了一点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现在的奇愿商店 还是以前的金币奇愿屋 都不如最早的积分商城划算 积分商城他能够纯体力来扫荡获得积分 而且充点券或者充金币都是可以拿到积分的 我以前还出了一个存很多体力 来扫荡或者积分的视频 就是想尽可能少充钱 可惜早就没有积分商城了 大半夜的也是尽我所能 给大家解读的这个活动 如果觉得有帮助 求一个关注加商联 真的很重要 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激谁有此生无大事 还有共隐藏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